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难发音的一些英文字 一起讲十个字 我们看看这十个字 比较微小的可以当成形容词 小小的很小的 或者名词极小的人物这个字 怎么念 你自己先念念看 Domi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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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在am这边 Dominative Dominative 我们说以前 台湾常常烧那个废五金代欧型 而产生毒气 代欧型就这个字 Dioxin 重音在O这边 O这上面 所以O也很讨厌 他有时候念O 有时候念R 有时候念别的音 O还有分卷舌的O 不卷舌的O 卷舌的O是O 不卷舌的O是欧洲的O 所以这个KK音标就是 它有一些很细致的差别 一般人可能分不清楚 Dioxin 它不是Dioxin Dioxin 我们这边都讲美式发音 KK音标 无能没有能力 另外一个意思是残障 当然没有能力 它不一定是残障 残障它可能有能力 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两个字 Disability Disability 这种字我们叫复合字 或连结字 或叫组合字 就是有两个字组成的 Ability 就是能力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 但是前面加一个字首 Diox Diox就表示负面的 所以英文表示不能 否定负面的意思的字首 有若干的 像Diox Diox 像I L 或者I M I N You In 或者 U N 这些都是表示不能的 所以我们要对英文的字首字 当然另外包括字尾字 所以英文字母数多一点的话 它就分为字根 字根是主干 root 就像数的根一样 所以一个字如果字母少 它就是一个字根 如果字母数多一点 就字根 加上字首 加上字尾 当然很多字 它就是 字根它一定有 当然很多字只有字首 跟字根 它没有字尾 又一些字 就字根加字尾 它没有字首 所以有不同的状况 Disability 这个字念 Disadvantage 名词就是不利的条件 或者损害 动词 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以一个字 有一字多意 一字多词性 这些 Disadvantage 所以英文叫音节字 中文是一个字 一个音 是这样子 那英文呢 它就不是一个字 一个音 它是音节 有最少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 现在看到有六个音节的 六个音节 所以就是 为什么华人 觉得英文不好发音 因为本质上不同 我们也习惯一字一音 觉得它怎么那么多音节 不好念 那一字一音是比较简单 可是外国人 他念习惯音节字 所以他对一字一音 他也觉得不太习惯 Disadvantage 意见不合 Disagreement Disagreement 像这个叫字 字尾 MENT Disagree 所以它这个等于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所以一方面 英文的发音是由音节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组成 一方面它的字是由好几部分组成的 所以英文程度 它对字母数 比较多的单子 它会去破解 英文程度不好 它就很懒 它就很傻 D I S A G R E MENT 它就被痛苦死了 英文程度好就是 Agreed 就同意嘛 Yes 就不同意嘛 再加个字尾 MENT 表示状态嘛 不同意状态 而且MENT 它顺便知道 它的词性 大概是名词 所以 第一 字尾 大致上可以决定 词性 字首 大概可以决定它的意思 正面的 否定的 这些 Disagreement 像消失呢 Dis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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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英文程度好也知道 Appear是出现嘛 加个字尾 就是名词嘛 出现了一个状态嘛 一个情况嘛 一个事实嘛 Disappearance 就表示没有嘛 人没有出现就消失嘛 它就觉得这个英文字很好背 英文不好的 Di S A P P E A R A N 那这样子被英文就太累了 太痛苦了 所以很多人就 英文学学放弃了 而且 十几个字母 每个字母 它没有一个逻辑性 关联性 十倍 深吞活泼 就很痛苦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在从小学 国中开始 学英文 英文老师很重要 英文老师给你的观念正确 或讲得清楚 这小孩子 学英文就快 如果老师 他也不讲这些东西 他自己观念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些学生就痛苦 所以以前 我们念书的时候 从国中开始念 有些学生 他真的没办法 Di S A P 哇 他每个字都这样搞 那当然 他念了一年 他就放弃了 disappearance disappearance 消失了 像失望是disappointment disappointment 像这个T 基本上 没有也没关系 然后 顶多就轻轻念一下 所以 有的时候 我看那个网红 他专门讲这些 比较难念字 他就强调 每一个细节 这个T 这个T 你要念得很清楚 什么东西 哇 我说他讲的也没有错 他太累了 外国人有时候 稀里糊里也过去了 所以有些人他要求太高了 当然没有错 可是做不到很难做 外国也做不到 所以有些网红教的 你就把华人 因为教好就好 有些人连外国人他都打不到的标准 你就不要去教了 人家 华人英文已经不好了 那你要求100分 那就太困难了 disappointment disappointment T 听不到也没关系 因为你那么多字母 谁听得清楚有没有T 而且它不重要 像disappointment 要清楚 就是有母音的部分 point 这什么T 当然最后字母那个T 要稍微 那倒是要稍微 出来一点 disappointment 但是你说真的出不来 也就算了 因为disappointment 最重要就是它的字根 字根念得清楚 appoint 这个要念得清楚 动词分开 分离或者没有关联性 dis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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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识别的 可以区别 disappointment 这个就不好念 这个二是 发音在最下面 因为二有三个音 所以有关详细发音 我17个频道里面 有一个正确发音片里面 就每一个常用字 都讲清楚 最主要是因为有六组 六组母音 每一组 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音 但是一般人可能会把它当成同一个音 最多有三个音 所以那个 那个是打基础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那个正确发音片 disappointment 这个发音在最下面 我们说纪律 或者讲修养也可以 所以英文字的意思都会跳来跳去 也可以当动词训练 或者是有条不问 discipline discipline 所以我们很多人发音 e他只会念 e他不会念 ye 代恶的音他不会念 可能唸 discipline discipline 他不是 ye 他是代恶的音 discipline 所以有人觉得 为什么老是学不会外国人的腔调 原因就是 你对于KK音标基本的 音标你都有错误的认知 你当然念不准 discipline 这一集讲这里 排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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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 排统 超 排统 三 龙 最